新聞首先要帶您來看到 就在今天上午七點多 高雄市的三明區建國二路上 一棟補習班大樓 發生火警意外 現場是烈焰沖天 濃煙從窗裡 多人見狀就是趕緊來報案 現有火勢是順利 在一個小時之內撲滅 再加上補習班一大早還沒營業 因此沒有造成任何人員傷亡 大樓二樓裡頭火焰猛烈燃燒 變形的窗框不斷竄出濃煙 正正煙霧直竄天氣 起火地點位於高雄三明區 建國路上之家補習班大樓 早上七點多發生火警意外 消防隊貨爆立刻派出 22輛消防車前往搶救 乘水馬龍的路上解滿消防車 消防隊員正對這棟大樓 不斷噴水滅火 事發時正式上班通勤時間 也讓周邊居民嚇出一身冷汗 煙很大 後來差不多 十幾分 火苗才有出來 起火的整棟大樓 都是專門輔導公職考試的補習班 幸好學生都是晚間才來上課 一大早也沒有工作人員在裡頭 日前高雄城中城大火對市民帶來的傷痛 在有大樓火警意外發生 讓人擔心是否消防設備又做得不確實 逃生動線他們的防火門是有關閉的 然後他們的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消防設備是有動作的 火勢在一個小時內就順利撲滅 消防弟兄逐層搜索後 確認沒有人員傷亡 至於詳細的邪火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 記者李周燕 SNG 高雄報道